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咱们今天来分享一道营养美味的西葫芦做法 首先我们选择稍微嫩一点的西葫芦 去掉头尾后再把它改刀切成筷子宽的长条 再把切好的西葫芦条从中间一分为二 切好后先把它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盆中 接下来在里面加入两勺的食用盐 先把它充分的揉搓略微腌制 这样可以让西葫芦更加的入味 而且做出来以后不会有太多的水分 抓匀后先把它放一旁腌制十分钟 接下来再准备适量抛发好的黑木耳 把它去掉根地充分的清洗干净 先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半根大葱 把它一分为四切成葱花 切好后先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三到四粒的大蒜 直接把它切成蒜片 把适量的生姜改刀切成小姜片 切好后和大蒜片一起先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几粒的小米辣椒 直接把它切成辣椒圈 如果不吃辣椒 这里可以不用添加 切好后和大蒜生姜放一起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适量的瘦肉 把它改刀切成肉片 如果不吃肉 这里也可以不用添加 切好后先装入碗中备用 西葫芦经过腌制以后变得非常的柔软有弹性 然后在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给它充分的浸泡清洗 尽量把它多清洗几次 洗出多余的盐分 洗净后先把它控干水分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先把锅充分的烧热后 再加入适量的油 不用等油温升高直接倒入切好的肉片在锅中快速的煸炒 这样在炒制的过程中肉片就不容易粘锅 肉片在锅中炒制到表皮练微变白 然后再根据个人的口味添加适量的辣椒酱 把它充分的炒香后再加入葱姜蒜和小米辣椒 把食材先在锅中尽量煸炒出香味 然后再加入控干水分的西葫芦条 分把西葫芦在锅中给它充分的煸炒 炒制到微微柔软鲜香的状态 再把准备好的木耳倒入锅中一同煸炒 先把它在锅中略微炒至均匀 然后开始调味 加入少许的盐和鸡精增加底味 再加入一勺的生抽 加入一勺的蚝油提鲜 再把锅中的食材先给它充分的煸炒出香味 尽量把它在锅中多煸炒一会儿 这样可以让它更加的入味 炒香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进行煮制 煮制到西葫芦略微透明的状态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添加适量的水淀粉 汤汁略微收笼 然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家常西葫芦我们就做好了 它的口感爽滑入味 营养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 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